某游戏类综艺节目中 黄明浩组输掉了比赛 在赛后复盘的时候 黄明浩情绪失控 一怒之下将桌子上的火龙果给摔了 把旁边的队友整得花容失色 一时间冲上热搜 网友们也是褒贬不一 有的网友认为黄明浩是真性情 是真的热爱游戏 并给他加油打气 没关系 心态很重要 我们下局赢回来 也有网友认为 黄明浩此举动暴露了其人品 胜败乃兵家常事 输掉一场游戏就如此摔摔大打 确实是气量小的表现 不仅输了比赛 连人品也一下给摔没了 很多人都打游戏 输掉一场比赛 可能也会情绪不好 不开心 但是像黄明浩这样公众人物 公开摔东西 你觉得是否欠妥 他这一句举动是真性情还输不起 或者节目组为了热度故意为之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骗这种误会 是你的编辑 你骗一下 我手肘今天 容易